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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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您邀请到时事财经专家昌星来到我们 昌星好 昌星好 大家好 其实我也很期待 未来在我们的小君超音plus频道 或realtalk当中 甚至小君乐火plus里头 可以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昌星 来成为我们的固定的主持人 一个伙伴 因为昌星在这个领域里头 他有很多很多的专业 是无可取代的 那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因为现在时间是晚上八点钟 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个新消息 检调锁定在星光人寿 杰士堡设臂 那包括了前董事长吴东进遭到约谈 这是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说吴东进事实上 真的是饱到未老 他一直希望在事业版图当中 有他的一片天 他上个月才接下就是 这个大台北瓦斯公司的董事长 那么检调现在最新进度 到底怀疑什么呢 星光人寿他本身所投资的 星光杰士堡呢 这是位在应该星板特区 他被认为违反了保险法等罪 以被告身份约谈了吴东进 那这个案子现在由新北 地检署等于是指挥调查局 兵分多度展开了搜索跟约谈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新秀在这个新北的首山区区 也就是说整个交通网路 非常密集的板桥的 精华地带的新板特区 打造这个捷事堡 又是一个有氧园区 又是打造叫做全林共享的目标 导入整个集团的资源 这里头韩国有医疗有保全 包括他们过去的专业的 酒店式的一个管理服务 来我请教是昌星 这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想其实最大的问题 大家觉得说怎么有这么严重 其实如果是一般的公司呢 大概就是所谓的民事的一个诉讼 可是这一次呢 关系到保险法 也就是说其实在于所谓的 星光人寿保险 也就是在星光金控底下的 这个所谓的保险公司来说呢 持有所谓的 我们看到的星光的新版杰士堡 那这边呢如果说出现了一个问题的话 就有可能是怎么样 所谓利益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纠纷 或是利益上的输送 那这一次呢虽然检调 开始大范围的检查 也做一个这个是调查的部分 但是推测起来呢 应该就是在所谓的建造 这个星版杰士堡的过程中 出现了所谓的一个弊端 这个弊端有可能是怎么样 工程款有可能是所谓在一个租金的部分 有可能是在什么 因为呢其实基本上呢 新建之后呢 那由刚才这个小燕姐提到 这些什么热林社区啊 都采用出租的一个部分 那出租的部分 当然有出租的金额嘛 那有所谓的一个建造的价格 那这个如果跟所谓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价格 有所谓的偏误的话 那就有可能产生这个所谓的 图利特定的那个部分 那这一次检井的一个查核 包含动用到保险法 就有可能是什么 反过来把它扩大解释 就是什么 影响到保险人寿户的权益 那影响到保护的权益 因为我保护的权益 是我把钱交给星光人寿之后呢 星光人寿去帮我做投资 那投资之后呢 来做所谓的我的理赔金的一个部分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星光人寿或者说星光金控 在这方面没有好好把关 甚至于说图利自家人啊 或说图利特定厂商的话 那或者有低买高卖 我们再次强调 现在是无罪推定 但是我们就合理的去怀疑说 检掉这样的查核 一定是有某方面的一个关系存在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对价关系 而且明显是不利于投资方 或是不利于大众的这些 所谓的星光金控的投资人的话 那我想检掉单位 才会这么下重手 用保险法来处理这一块 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保险法 它对于这样的人寿的资金 来自于这个消费大众的话 它有什么特别的规范吗 是通常规范就是说其实保险法的话 它的规范来说是要专款来做专用 也就是说不能够利用这样所谓的保险 取得那个资金呢 来任意的做投资 每一个投资呢都要有计划案 而且它有回报的年限 甚至于在公开市场的交易里面 它都要有招标 所以这样才有一个合理性嘛 因为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保险的规范呢其实是比较严格的 因为保险人寿的期限可能高到20年30年 一旦这个资产被挪用的话 那就有可能造成说 到最后会变成像过去很多包含 什么国华人寿一些人寿 倒闭的一个状况 就会被一个资金做挪移 所以尽管会对于保险法 甚至说保险公司 人寿公司的这种长期的受险资产的规划 跟所谓的一个查核 其实相对的是比较严格的 我不知道过去像这种保险公司 进行土地投资 这种兴建比较大的这种计划 好像也所在多有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争议 这是一个不知道 昌星可以帮我们进一步解释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因为这个劫士宝长期 我们都知道在分布在许多地方 都有劫士宝 它都是那种酒店式的管理 都是以出租为主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新闻人寿旗下 因为新闻人寿过去的董事长 又是吴东进吗 吴东进 没错 前董事长吴东进 前董事长吴东进 然后把他这个资金进入的去投资 等于在新版特区的劫士宝这种 可能是一个比较是共铃的 或者是比较有氧圆区 对比较养生的 他把资金投入进来之后 那相对这个建造厂商 也应该是由他们所进行主导的 没错 那赵道理应该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那这里头是不是因为 会 我知道会有被认为弊端 然后展开搜索 这是什么 内部人去检举吗 这个案子到底会 可能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其实 我们今天要谈吴东进 跟星光人寿 甚至于说星光金控 其实一般的大众 应该比较有印象的 就是星光金控 跟所谓的台新金控的 这个之争 就是信量之针 兄弟之针 兄弟之针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 兄弟之针 是不是在 应该是在2023年 已经画下据点了 基本上是由吴东亮 拿下相对的比较高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 董事会的席次 哪里的董事会席次 应该是说星光金控 金控的董事会人士 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到 吴东进相对的比较少 大概就五席 大概对九席左右 所以基本上大家认为说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现在会出现了 相对简单的缩水 就有很有可能就是说 当过去的吴东进 他现在退下来 变成是前董事长的时候 对于过去的决策 那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继任者 或者说新的这个所谓的 吴东亮也好 吴东亮主导的这一类 新的这个团队来讲 会去查核过去投资的状况 那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可能发现这些金流 或者说所谓的内部的人 的一个部分 可能有相对来说 也会有问题 那才让检调单位去做 所谓的继续查核的动作 那我想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以线以 不要讲别人 我们光讲星光金 其实星光金过去呢 其实 可是这一次牵扯是星光人寿 对对对 所以星光人寿跟星光金 吴东进都曾经担任过董事长 是的 所以你认为星光金里面 他虽然现在他的席次 只有董事五席 落后于他的弟弟 吴东亮的九席 但是在双方面入主之后 许多的查核动作 是遍及到吴东进曾经主导的 不管星光人寿或是星光金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呢 如果大家有去看目前的态势 就会变成说 吴东 应该说吴东亮很希望加速 所谓的对于台新金跟星光金控的合并 所以说台新金跟星光金控来说 希望做交通合并 可是现在就卡在 这个价格谈不容 一个希望用市价 一个希望用市值 所以两个在谈不容的状况下 我们只能够这样合理的去怀疑说 如果使用焦土政策的话 假设星光金控的价值往下掉 对于台新金控合并的难度就会降低 用这样的方式 那所以说其实过去 其实我们刚才小燕也提到 其实包含星光金控 或说星光人寿 其实它的内控 都有比较大的问题 那这个内控比较有问题 怎么说呢 洋洋洒洒 这个金管会都有出现查核 那比较大的一条 就是在于109年1月 这个整个被金管会做揪局 就是说那吴东静当时时任 是星光人寿的董市长 但是呢 他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之中呢 说老实话就是 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 来做投资 就等于是以吴东静个人之资 就决策了国外这个所谓的 证券的有价投资 然后投资之后呢 其实高达什么 买进大概将近1000亿元台币的 这个国外有价证券 那这样的话 其实金管会就是决定为说 你不能够因为这个董市长的喜好 或者说董市长 应该不要说喜好 因为董市长个人的一个思考的想法 那就开始来下这样的一个 我们说的指导期 或下这样的一个指令 他自己的股权多吗 大概应该是一成左右而已 一成左右 是 但是董市长还是主导整个决策 对 而且本来我应该是说 董市长董事会 还有这种所谓的投资决策委员会 因为如果全面认定就OK嘛 那其实一般的公司就这样 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 比较大的人数公司 可是金管会现在查得出 应该当时查得出来 就是说是有这个所谓的无通进 他个人的一个喜好 那可能跟这个所谓的 董市会也好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 想法是相左的 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子去做 应该不是愿意 他还是决意这样去做 那所以造成了这个内部的纠纷 他当时其实在109年就被开罚 2760万元 这金管会就直接开罚 所以过去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而且不升美举了 包含被在2020年被说新售 被挪用保费出借假保单 然后跟一些利害关系的人做一些系统整合 还有这个内部员工去纠据说 整个在这个劫士堡的部分的管理不够确实 所以我想其实现在这个新光人寿 我先说其实在金控 新光人寿甚至于说新光金控 在整个13家金控里面 那整个绩效相对的是比较落后 可能就是以倒数来起跳 就是因为这个内部规范跟这些所谓的内控 相对的比较不确实 所以在这些新旧船队交接之际 从2023到2024 我们认为是出现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有可能是对吴中进前董事长 过去的一些决策 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一个质疑 甚至于说有内部人出来说检举的动作 所以回过头来 我觉得整个世界虽然现在在案子 从今天开始在进行调查中 可是我们认为呢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 近期所谓的现在的这个市场的层面 其实金控的一些所谓的获利都创新高的同时 那台湾的金控呢 开始逐变合并的状况下 那星光金控呢 出现这样的状况 反过来说 其实是比较有利于去做合并 因为它的绩效本来就比较差 那如果说之前的经营团队相对的 经营的方式也比较不受认可的话 那相对来说 如果能够跟台新金也好 跟中信金也好 因为现在想出来都想取新 那相对来说对于台湾的金控 我觉得啦 不是唯一一个好的一个发展 是 我认识的吴东敬董事长是这样子 像在这一次在2024年投票之前 那我曾经接过他的一个电话 他 其实他对于一些公共政策的关心 令我还觉得还蛮感动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非常非常的重 那个时候他特别 关心到台湾高龄华的问题 包括了长照的问题 那我觉得有一个企业家 在这个时候愿意 愿意去关注这个公共议题 虽然在当时大选如火如土当中 被认为 相信之下是比较冷门的话题 但是非常好啊 公共政策不会因为一场大选当中被忽略 而且他愿意率先去关注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非常好 那我跟他接触几次 的确我觉得他对很多事情有他的执着 这执着如果在公共政策方面 当然对我们的媒体人来讲 我觉得有一家企业有一家财团 愿意在公共政策上面投注这些心力 甚至他不惜引进日本 日本的长照政策成功的地方 希望给台湾做借禁 那因为他念字在字会觉得 现在年轻人面临到三明治时代 小孩子也小 但是年长的父母亲 都会影响到你的 需要长照的这个步骤 没错 因为我觉得他很细部的 多次到日本去考察 只是说今天杰士堡 这个商旅所专业的一个酒店 竟然爆发这样子一个意外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吴东进 这个前总事长 我觉得对于他的理念 我其实蛮认同 可是我觉得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可能跟现在公司治理的角度里面 还是比较偏向过去日式时代说 我这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领导人决定的决策时代 那这个转换如果没有 暂时没有转换过来 可能在公司法上就会做到挑战 没错没错 我想他身边应该要很好的幕僚团队去提醒他 我自己也有一种感觉 但他执意这个事情 就国家社会来讲应该要做 他其实是蛮执着的 而且认为建局旅行应该更有效率去做 当然这个顶级酒店是这种寓所 星光杰士堡 包括这个杰士堡有氧酒店 那里头因为有健身俱乐部 包括有餐厅有美容会馆等等 其实也包括他提供了星光舰检 跟星光音乐厅等多元的设施 我们过去曾经一度他也邀请我们 是不是来合作这个摄影棚 那后来也因为我们在整个地点考量方面 我们没有列入考虑 但是我想请教因为星光人寿 那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包括了前阵子前阵子 在柯文哲主导时代的北市科 北市科这个土地的问题 那个时候跟星光人寿也有关系 我不知道关注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因为台北市政府在办理招商 在北市科有T17 T18的土地设定地上权 因为在2021年10月决标的时候 都是由星光人寿得标 那时候权力金我记得一笔是28亿元 跟另外16亿元 那么地上权它的存续的期间是50年的时间 等于是合计投资金额可以达到 140亿元以上 只是说星光人寿当时标到了T17 T16 总计有11,767平 那每平租金的权力金等于是37万多 一个月之后呢金人寶标到了T16 那时候租金价格变成是60万6千多 涨幅达到了61% 所以这个案子好像星光人寿的过程里头 也被质疑 也被质疑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 在一个多月以前 其实在这个T17 C18的案子 其实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 其实在这样的 我们说柯文哲实任市长的时候 去做这样的一个标案 其实就被人去做质疑一个动作 其实有没有去做一个图利 所谓的星光人寿的嫌疑 我们先说其实现在 其实柯文哲自己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所谓的地上权标案 跟所谓的BOT标案 最大的不同是BOT标案 必须提出计划书 地上权不用 但是地上权不得转租 这是这样的一个大念 可是当时呢 其实在柯市府后来提出的说 有包含元大人寿 然后有这个所谓的星光人寿 都有在做投标 可是元大人寿 到最后是否认 否认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从我们看到2020年 开始出现这样的招标 到得标之后呢 基本上T11 T18呢 也是让这个新兽 来做所谓得标的动作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 截至今年为止 包含吴冬金他自己都说 这两块地 都目前都还没有做动作 也就是地还放在这边 但是让所谓的 大家会去质疑民众党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相对当时在柯文哲实任市长的时候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星光人寿 就新兽集团的副总 却是吴欣盈 那当时的吴欣盈呢 其实实任副总的时候 还没有进入这个所谓的 柯市府团队去担任这个 所谓的一个立委的部分 是在10月 就2020年10月底 应该是10月10几号 得到这个所谓的 整个的这个地上权之后 那在2022年的11月2号 那这个所谓的吴欣盈 才去递捕立委的部分 那虽然说 这个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呢市场上 大家也在做一个质疑 就说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没有做一个 利益回避的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呢 吴欣盈当时本来就是 新售的一个副总嘛 那新售副总退下来之后 那当然就变成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立委的部分 所以呢我认为呢 现在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其实星光人寿 达到这个T17 T18的土地 地上权之后 是 接下来它的动作是什么 如果说真的 开始好好的运营 这个所谓的北市科园区的话 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是假设拿到 用比较相对金融宝 比较便宜的地上权 一个资格拿到之后 那如果在上面做运营 那运营不成想要做这个 做二房东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整个 当时的一个表演 我认为呢相对来说呢 就有这种所谓的土地之行 是好 这两岸子一跟星光人寿都有关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 我们希望可以很快的时间 可以有一个水落石出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对一个企业来讲 有时候企业经营财团不太容易 风吹草动当中 如果这里头有一点点 不实的报道 那么连环 你也知道 现在台湾的媒体是这样子 有人做了一个不实的报道 有时候可能当事人或 企业家或集团 来不及去沉浸的时候 有人继续复制再贴 然后第二家第三家 于是错误的报道 让当时深陷这里头困扰的人 他根本 他可能一方面被约谈 他被要求进口 不得对外去说明 那种种的许许多多 错误的讯息就连环报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简调我相信你也是有所本的 谢谢昌星 那么接下来在Real Talk当中 我们可能要跟昌星继续聊聊 就是最近的台湾的房市呈 呈现几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过去常常说 这个大多头时代里头 房市如果大多头走的十年 甚至十多年之后 慢慢一定会下来 可是这一波的房市很抱歉 好像看不出来 他房价要下滑的一个迹象 完全是没有 这个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休息片刻 等一下在Real Talk当中 我们请昌星继续跟我们做分享 也给你谢谢 谢谢在所有线上的官人朋友 我们再会了 谢谢昌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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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